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刺激的恐怖片 幻影兄姊 经常开放的朋友们注意哦 男主是个恐怖小说家 他在发布会上妙语连珠 打消了很多记者对鬼魂的疑虑 顺便还向在座的各位展示了他无敌的侧鬼仪器 在粉丝聚余里看到一个挑衅的问候 说你一定不敢去海豚酒店 男主生来自负 他一边不停地预约海豚酒店1048房间 一边翻译关于这间房间的死亡资料 查到有相当多的离奇死亡事件 他不禁前往一探究竟 来到酒店时却早就有专人等候了 经历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去那间房 如果不去的话可以给你安排总统套房 并送上一瓶上好的五粮液 可是男主不听呀 只好提供给他一本历来 房间死亡事件的资料记载图册 很快男主入住 一边检查一边录音作为显作素材 立无所获之后 他认为这一切鬼怪都是无稽资产 都是老板为了提高知名度干的好事 他在看风景的时候 突然房间响起了音乐 他开始到处找人 寻找无果之后他关掉了音乐 哇从电话板上经过一个影子 此时男主有点害怕了 正好空调坏了 他就给前台打电话让过来修空调 在等待过程中 他让自己的仪器扫描了整个房间 脑袋里都是沉浸的死者的幻象 修空调的人来了 不过他不愿意进入这间房 在旁边指导了男主 修好后正喝着五粮液 突然又被响开的录音机吓了一跳 本来已经快到一个小时了 又自动跳到60分钟 踏下窗外也没有声音 他的手突然被下来的窗户砸到 在冲洗伤口的时候又被水烫伤 音乐又响起来了 他气得把插座拔下来 受不了的男主接起前台的电话要退房 但是全台却说着与此无关的话 他拿着钥匙拼命的想打开房间 任凭门把手都拉下来了都打不开门 他拼命的敲着门 没人回答又去窗户求救 他看着窗户对面有一个人 但是却发现那是他的影子 突然影子被一个人拿着武器击中 他立马回头 一个疯婆娘正要杀他 转眼睛却又不在了 他试着把电灯扔下楼去 但灯没落地就消失了 他慢慢听到自己女儿的呼唤 他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假象 这时电视突然打开了 播放了他们一家人 曾经在这里死亡的人的幻象一一出现 墙壁也在流血 极致的男主想从窗外跳到另一个房间 他趴了好久 却始终找不到另一个窗户 只能回到原地 窗户自动关上 他视频叫他前妻来救他 可是天花板却下起了雨 他盘到天花板里寻找出路 却碰到一个魔鬼在追他 他打开冰箱 见到精力 又受到精力无情的打压 这些都是幻象 房间又变成了冬天了 他全说起来 拿着自己的录音机 讲发生的一切 这时电脑又传来了前妻的声音 却发现和他聊天的 并不是自己 但是却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房间又如地震一般 一会儿又如置身于大海 后来从医院醒过来 就是在做梦吗 他去了原住派地基建 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咋这样看着人 然后所有人拿着锤子开始拆 又回到一四零八 房间了 他看到女儿在向他求救 大吧 我好冷 出于父爱 他高兴地抱住女儿 可女儿却死了 他痛苦地哭着 突然音乐又响起 女儿化为溺吐 一个小时节目还剩下几秒 可是快完成时 又跳成一个小时了 这时地上出现了他的墳墓 接着中的他 上吊死了 他不甘心 放火烧了房间 他边哭边笑 大火吞噬着房间 一四零八 没有了 他死了 九点经理在他的油中 听到了他女儿的声音 又在墳墓前看到了小女儿 突然后视镜出现 男主烧焦的样子 精灵下惨了 后视镜灵 男主和女儿 一起进入墳墓中 剧中 好了 这期恐怖电影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感谢观众 可以在下方评论户的哦 拜拜